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歡迎回到你的頻道 今天想和大家做一個chit chat get ready with me的影片 因為其實是想拍化妝片,但又有些東西想說 但又不想分開兩條影片來拍 所以就把兩件事combine在一起 這個會是一個幾長的影片 所以如果大家沒那麼多時間 就可以留待之後才看 我不說那麼多無聊的東西 現在馬上開始 首先我現在的樣子是超級極度數環 不過我打算帶一隻combine 我這次就選了一個綠色的combine 它是這樣綠色的 其實我之前開過它,不知道為什麼沒有用過呢 其實這隻combine也挺前色 不知道為什麼我之前沒有用過呢 我們現在開始化了底妝 因為樣子太恐怖了 底妝其實我是有一系列生出的 Reflon Primer加Foundation加Consealer 還有一個碎粉的 這個primer是很漂亮的 粉紅色 叫做Rose Glow 它是這樣液體狀 有一點小小閃粉 這一堆東西本身是上次出Event的時候收的 但顏色不適合 所以我就叫Piar們 可不可以發一個對的顏色給我 他們就說等我的review 但我跟他們說 就算review也未必一定是positive的review 所以 對,看看他們好不好用 你看到現在塗了是有glow的 少少香味 而且都很舒服 然後就用這個foundation 塗了兩泡就是這樣 上次試過上手 都知道是一個比較滋潤的質地 本身是打算做粉底測試的 但我發現自己最近好像拍得太多粉底測試 開始覺得很悶 所以就做一個get ready with me 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我用的顏色是120號色 說回我最近在做什麼 哇,其實這個粉底也挺白的 我在意大利回來 其實就忙著搬屋 然後就一直忙到現在 因為搬屋有很多東西搞 然後我就去了英國搬屋幾天之後 回來就一直在收拾屋 這個粉底塗了兩泡 推開了其實有些白 還有好像遮瑕不是很高 但它說這個粉底是曠藍光 我們平時手機、電腦的藍光 原來是會影響皮膚 味道是最貼 而且遮瑕好像不夠 塗多一點試一下 其實有點難了 一直想說什麼 一直拍片 我有點輕肌 真的有點白的 但是加多一層 你會看到遮瑕比較好 然後它還有一個遮瑕 但我這個顏色是010號 不知道會不會太白 這個應該是最淺的顏色 不過anyway 試完它 說開在意大利回來 其實我意大利的旅程 我是有拍到vlog的 但是我不知道 會不會上載好 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也不知道 應該公開說這件事 但是我怕你們會很困難 或者會問我 就是 其實我是 在意大利回來之後 兩個禮拜 就分了手 和阿K先生 所以可能 你們看到我IG 都會問我 做什麼 前陣子不開心 但我又沒有特別說 因為我又不想在IG 或者在Facebook公佈 所以在這裡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這個近況 它這個遮瑕高度 是偏 light coverage 我這裡有一塊紅色的 遮不到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 我意大利的vlog 雖然我沒有拍到它的樣子 我就不知道 還剪不剪 但是我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 我是有點OCD的 我還沒上載意大利那段 我又不想上載 UK的vlog 所以 我就停了 不過anyway 其實我都很忙 最近 都沒有時間剪一些vlog 我又要保持這個channel 有一個星期 有一條片 好白 現在很白 我用了這個碎粉 不錯 這個碎粉 是這樣拍開 然後就可以拿粉 你不用就收起來 就不會彈 就是 真的太好了 這個設計 所以 我都 還沒想到 我還要不要上載意大利的vlog 大家有沒有什麼idea 告訴我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想看 但是我又覺得 拍了的 又不要浪費 上載了 我都拍得很辛苦 每天要拿著相機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最近的update 微筆 我沒有新的 我只用Excel 我就知道 然後呢 我最近是接了一些廣告 大家可能在IG都看到有廣告 還有Youtube的這條片 前或者後 都應該有一個 Make Up For Ever的廣告 但是因為拍廣告的時間 是需要多一點的 因為不是說我拍完廣告 就這樣就可以出街 可能要back and forth 給對方看一下 條片好不好 可能要改一下 才可以出街 那就變了 需要多一點時間 但是Youtube的廣告 大部分我都是試了那個product 我覺得OK 我才接的 但IG就有點不同了 IG就很多時候 不是一個review的方向去賣廣告 IG很多時候 都是一些牌子的product 可能想要那個exposure 叫你幫他post一下 這樣 但是呢 就要schedule時間拍照 可能我 放工回家 還要想怎樣拍 然後要想怎樣寫 一個caption 去到某些位置 其實我是有一點 不如轉做fulltime YouTube 因為有時候真的上班 就少了很多時間可以拍片 或者有時候我想到有些東西想拍 但是因為要上班 所以我又拍不到 然後可能晚上下班 已經很累了 完全沒有力氣再拍了 然後到了weekend 你就要想 到底我這個星期拍什麼呢 如果我拍了這個 就拍不到另外一個 但是有很多東西想試 又或者可能你打算拍兩條片 但拍完一條片已經很累了 家屋已經被你弄得很亂了 那就拍不到其他東西 所以其實也有一點想 轉做fulltime 我就可以多一點時間 做自己喜歡做的東西 好 接著就到擦眼影 首先擦眼影 先擦眼影 我最近眼睛經常飆眼水 之前在英國 每天都好像哭 眼角一邊流流流流流流 然後所有眼線眼妝 完全吃不到 這個位置長期都一搭東西 好像有水漬 我有想過會不會是這個眼影的問題 因為平日我又不覺得自己有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是塗那個眼影會刺激到眼 還是可能是化妝的時候 化妝掃或者眼影會走進眼 令眼睛不停流眼水 今次眼妝我會用 Shartuberry的這個新palette 它的名字叫The Icon Palette 我不知道是不是Limited 但裡面很漂亮 我用過一次 它今次的包裝跟平日一樣 都是玫瑰金色 但不是之前很grand的感覺 它就有型了很多 因為有些graphic的東西 又有粉紅色、粉藍色 我會覺得挺漂亮 裡面是這樣的 即是有color combination 是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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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是 其實掩著這三格 這九格是絕對wearable的顏色 那這些就自己想想會不會用 我覺得黑色是很有用的 但這兩格我暫時沒用過 化妝掃很骯髒 我上次化完妝 拍完影片都還沒洗 因為我不見了洗掃的東西 不過可以照用的 其實顏色也不是很深色 隨便吧 我首先會用這個顏色 由眼尾開始塗 我一邊化一邊說 又繼續 慘了,經常顧著化妝 忘記了說話 我昨晚臨睡前 就叫大家在Instagram 那裡告訴我 想我今天化什麼 還有看有沒有東西想說 我現在就輕輕再 回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有人說想看我化紫色和藍色的眼妝 其實藍色之前有化過 我又不會買Blue Blood Palette 我現在就化一個類似Halo的眼妝 就是眼尾和眼頭是深色 其他地方淺色 這個palette 有一件事不太好 就是它大部分的顏色都是 shimmery 這個啡色是比較 雅色 但也不是真的matte 我覺得它是 少少satin finish 其實我上個禮拜化了一個妝 還沒post IG 我沒有拍片的 就是cut crease 但是用Lime Crime的Finnus 3 Palette 因為有時候 只是想坐在那裡化妝 試一下化妝品和玩一下 但就不想拍片 因為一拍片 就要很勞斯動眾 好像 所以那個是一個紫色的眼妝 我也明白的 因為其實我化了很多的妝 都是這些 橙橙啡啡 所以我也不太喜歡化日常妝 因為日常妝都是用這些顏色 但是藍色 又真的難搞少少 另外有人叫我拍一個project pen的update 有沒有看過上條片 我說未必會update 因為有些是還在plan 但是 唉 如果要逼自己 不停project pen 某幾樣東西 我就會試不到其他的東西 唯一plan得最厲害 就是Charlotte Tilbury的粉餅 好了 我先去swatch一下這些顏色 這三個顏色都蠻漂亮 在想放哪個在眼中間 可能放這個金色 因為少一點用這個顏色 我覺得用手上會好一點 因為這些有閃粉的 用手上好像會比較實一點 輕輕再用blending數 blend一blend 但是這些閃閃的顏色 是比較非粉的 我這裡下面已經跌到很多金粉 然後我會再用這個淺色一點的顏色 加在這個金黃色的最中間 其實都不太過眼 我在鏡看看不到的 但是我看到在鏡頭的screen 就看到少許 下眼影也是用這些橙橙啡啡的tone 眼尾我塗了剛剛那個啡色 然後再on top塗這個 這個顏色 好厲害 這個顏色 有人叫我講一下 我昨天去Avengers那個event 其實昨天那個event 也挺有趣的 我會用最淺色這個顏色塗眼頭 因為那個PR是我的朋友 他問我你喜不喜歡Avengers 你有興趣來看嗎 然後我說好啊 我當來打卡吧 其實我也喜歡的 去到原來是有玩具買 然後我自己買了一大堆 又買了一些給我朋友 但去那個event之前 我已經自己 去了Sasa Supreme買了一大堆 微小女戰士 然後 變成昨天花了很多錢 就是買一些無聊的東西 全部都是 沒什麼用的雜物 嘩 我的眼睛現在很明亮 不過這個啡色就真的太淺色了 所以我試試加深一點 明明因為歡屋 看到很大堆的雜物 想要做那些斷捨離 或者 就是 扔一下雜物 不要買那麼多東西 但是昨天是完全失敗 完全破功了 至於Sala Moon買了什麼呢 其實就 你知道她跟Sasa出了一些限量的東西 咦?不是啊 其實我不知道她是否只是跟Sasa 不過她有些美少女戰士杯 然後又有些化妝品 應該是跟日本那邊 然後買了她的粉餅 其實都是貪美買的 我都沒有用過 任何我買回來的Sala Moon化妝品 我之前在日本買了一個Sala Moon Eyeshadow 那那個 本來打算用的 我都沒有用過 或者可能我拍一個video 是 只是用Sala Moon的化妝品化妝 如果不是我都 真的不會用它 還有草呢 我都是放在一個盒子裡面 覺得有點浪費了 好了 你看到這個 Eyeshadow Palette 是 超級厲害的 有些顏色 超級pigmented 而且都很容易bland 現在我是不小心化妝 很爆 不過SasaTuberi的化妝品 是好用 大部分的 我現在整個臉都是 閃粉 輕輕用碎粉掃走 掃不走 的話 就要用Beauty Blender 抹走它 用這些音力 但其實都不太抹得很乾淨 我還是看到臉很多閃粉 所以大家如果想用閃閃 shades 可能就要化了眼妝 再上粉 好像就會乾淨一點 眼睛很漂亮 現在這樣 然後我就會用Benefit的啡色 Roller Liner去畫眼線 因為不是很想用黑色 所以試試用啡色 不知道 最近我也很喜歡用啡色眼線 覺得好像自然一點 至於這支眼線筆 其實我最初一打開 看到它是Fail Tip 就是這些海綿頭的時候 我是很抗拒的 因為我很討厭用海綿頭的眼線 包括SasaTuberi那支 我也覺得是不好用的 但Benefit這支是不同的 因為它的海綿頭是特別長一點 和軟一點 所以其實它都畫到一些 比較尖的眼線 但如果你要超級精細 你要很輕力 很有心思 才可以畫到一條 這樣的眼線 但一般正常使用是OK的 然後我昨天Sasa買了 Cellum Moon產品的時候 新買了一個眼睫毛鉗 這個也是Koji的 我平時用那個也是Koji 因為我常常夾來夾 它的眼睫毛都不彈 所以我就想到 是我的眼睫毛的問題 還是那個鉗的問題 因為我都用了那個鉗很多年 不知道那個膠會不會硬了 因為我也有換過 但也很久了 拿舊的給大家看 這個鉗這個位置是弧形向上 它說夾出來的眼睫毛是放射性的 這個就是舊的 你會看到它是平一點的 這個就是弧形的 它還有盒子 其實也不需要這個盒子 平時也沒什麼說 夾眼睫毛這個步驟 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樣夾起來 好像不太適合位 試試 讓我看看 它的感覺好像不太貼 像眼睫毛一樣 就是呢 我這樣放上去 要放高它 再夾下去 才夾得完 眼睫毛 可能真的不太適合我的眼型 我用舊那個 因為大家可能不知道 平時我off camera夾眼睫毛 是夾很久的 可能兩邊夾完要五分鐘 因為要夾很多下 要慢慢夾 因為我的眼睫毛太沒力了 所以是夾完 然後才夾在另一邊 所以如果平時出門 要塗 treatment 要很久 首先夾眼睫毛夾好久 然後要塗べas 所以塗膜 好啦 frustrating нуof camera先夾好它 現在大家也要等我五分鐘 好了 終於夾好一 цел 還有先補病眼了 我再用這個 pearllie Bridge 都是夾不 vielä 因為 無論如何 都是好像不太貼我的眼睛 還其實完全不能放射性 整個折毛的效果 所以大家save your money 它的樣子是這樣的 還要108元 我現在很生氣 接著就到最繁複的步驟 就是塗Mascara Base 和Mascara 因為我今天不打算貼假人折毛 我看到有人叫我拍Sherimura的粉底測試 但我沒有Sherimura的粉底 我看到好像幾多人說這支粉底 我也在想是不是真的應該買來試一下呢 因為我好像由始至終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用過Sherimura的粉底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很想看Sherimura的粉底測試 就留言告訴我 如果多人說的話我就會去買來試一下 又或者如果你們是買了用了 覺得沒有用都可以告訴我 看看我是否真的有需要去買這支粉底 通常我塗完Mascara Base 要再用MJ這個有一個梳 梳一梳下眼睫毛 因為我的眼睫毛很短 還有有時塗完Case那支會尿滿一塊的 要用這個梳 梳再長一點 梳整齊一點 這樣才可以再上Mascara 所以我說塗Mascara這個動作 其實大家平時看不到 但我暗啞底做了很多事情 雖然塗出來好像不太覺眼 很明顯今天眼睫毛都是不聽話 這一塊都是黏一塊 在這個時候就要出動這把梳 這個其實是Hello Kitty出的 這些梳就用來梳分開眼睫毛 這樣就不會黏一塊了 然後我就會用Benefit這個Roller Lash 這個Roller Lash 其實就不是有什麼濃密的效果 它純粹是一支很基本的眼睫毛 小小增長 而且很輕身 不會弄到眼睫毛黏一塊 跟Bed Girl Brand那個相差很遠 Bed Girl Brand那個真的濃密 這個就分靈一點 我會用了這一支 再用另一支去Photomize它 或者有時如果塗得太濃密 都可以用這一支去梳 因為它的刷頭都是梳型的刷頭 不會弄到眼睫毛閃一塊 然後就會用這一支近期愛用 但是它有點tricky的 Max Factor Lash Crown 這個有點特別的 因為它的頭 它也是這些刷頭 但是它的頂部有個類似 波波 我首先會用刷那邊 刷了全部眼睫毛 就會做到很濃密的效果 看到嗎? 是濃密了 雖然我的眼睫毛很短 然後我就會用波波頂的刷毛 去很仔細地刷下下眼睫毛 這個是要很小心地塗的 但是如果你塗得對 你就會有一個很濃密的下眼睫毛 但是如果塗得不適 就很容易把下眼睫毛下面的皮 弄得眼妝很骯髒 所以就要很小心地塗 所以是有點tricky的 這支Mascara 但是我覺得是OK 如果你的眼睫毛好像我這麼短 而你也很有心機去塗它們的話 你可以試一下這支Mascara 當然啦 有些Mascara的刷毛是小一點 和幼一點 那些都好用 只不過我現在有這一支 所以我就拿它來用一下 塗好就是這樣 你看到我的眼睫毛 其實真的很短 然後還是在做眼睫毛的事情 如果你覺得眼睫毛都是黏在一起 最後可以用梳再整齊一點 很不開心 昨天去Sasa 打算在Koji找下眼睫毛 但現在沒有了 是不是因為沒有人買 所以它沒有再入 還是日本也沒有再出呢 日本應該有 但香港是沒有 因為我去Sasa Supreme 其實也很大間 但它是沒有下眼睫毛買 Sorry 然後就塗Bronzer 這個也是我很舊的Bronzer 就是Mark Jacob的這個 這個是去年Project Pen的東西 其實一直都在Hit Pen 但這邊是近乎沒有用過 我覺得很浪費 我忘記了 我一直要化妝 一直要說話 有人說最近沒什麼看我拍化妝片 其實因為化妝片 剪片的時間真的長 比就這樣說話的很多很多很多 因為通常如果我這樣坐下化妝 要化一個多兩個小時 如果我自己就這樣化 不用拍片的話 可能一個小時就完成了 但是一直拍片 又要show product 又要找這個找那個 可能要拍兩個小時 要把兩個小時的片剪完 做可能十多分鐘或者二十分鐘 其實真的超級浪費時間 我是有拍化妝片的 不過那些片 可能我沒有很細節的拍 所以我就上youtube 我看看可不可以把那些化妝片剪 拉長一點 加一點voiceover 就放上youtube 其實我是剪好了 不是我是弄好了 但我還沒錄voiceover 看看會不會加voiceover 還是音樂 我又怕大家看不明白 Contour買個鼻子 還有化妝片我也是喜歡在日頭拍多些 你看到現在開始天黑 開始暗了 然後影子那些很厲害 還有顏色會不會那麼漂亮 所以我會prefer日頭拍 日頭拍 因為我要回 full time job 只可以weekend才拍 如果weekend有一天 晚了起床 或者起床想起一會 或者出了街 就已經拍不了了 所以化妝片其實是很limit了我的 所以我剛才一直都在說 有少少想做 full time 我可以多些時間拍片 還有時間分配好一點 不會說只是limit了 要weekend才拍 而不拍我就死了 有時真的會有壓力 我會想死了 如果明天不拍 我之後就沒有片出了 腌肢我有兩個 兩個都是mina發給我的 一個是102 一個是100 一個是粉色 一個是粉橙色 我不知道用哪一個 或者我用了粉色這個照片 有少少看什麼環境 對 說回 就是說 有時weekend拍不到影片 都會有壓力 因為我會覺得 糟了 如果我不拍 之後那個星期就沒有東西上載了 就會變成 晚上我就會拍一下 說話的影片 或者會說buy it 又或者會做粉底測試 因為粉底測試 可能我只是早上出門前 錄完一點東西 然後我出街 update大家晚上回來checking就可以了 那我不用坐在家裡 對著鏡頭化幾個小時的妝 這個粉紅色也挺漂亮 那我未必要加橙色那個 這個是102號 而且我覺得其實做youtube 本身是打算玩一下 或者化妝給大家看 但去到現在 我是有時會有壓力的 因為我會想 其實有些東西想拍 或者是 其實很多人在等我出片 我不可以這麼懶 所以我就會這樣 給自己壓力 然後我用colourpop的flexitarian 雖然我都知道 大家一定是叫我 不用給那麼大壓力自己 對 一定是叫我 不要給那麼大壓力自己 但是 我覺得 我是自己會給壓力自己的人 我真的會有很多時候 睡不著覺 大個腦 在想 糟了 明天拍片拍什麼呢 有什麼想拍呢 有什麼想說呢 好變態 這件事 這個highlight很厲害 還有這一塊 這些印真的不知想怎樣 最近是 這裡下面的位置很容易會出暗粒 或者 不知為什麼好像會很髒 還有 這些是我有時 它凸起了 我擠它搞成這樣 大家不要學我 但我是很喜歡擠這些 因為摸到它凸起了 我就會擠它了 我先用這個遮瑕膏遮一遮它 這個是NARS的Radiant Creamy Concealer 這個我遮瑕膏真的很好用 對了 就是因為有些壓力 所以本身已經是夜睡的 我就越來越睡得衰了 有時真的想到 不行了 腦子真的要停一停 不要再想事情了 你要睡覺了 然後逼自己 嗯 我深呼吸 現在妝就差不多搞定了 差了嘴 但是我在想 嗯 嘴上什麼東西好呢 其實有很多唇膏 有Maybelline 有NYX 有Chartiburie 有NARS 每個系列都傳幾支來 是不會用得曬的 唇膏 有些我很想用的 這個Watermelon 是什麼顏色 是NYX的 因為現在春天 我又不想化一些很深色 試試塗這個 嗯 很香生果味 這個是NYX的Candy Stick 嘩 顏色 有點太淺色 先印開它 這個顏色真的有點太淺色了 但我挺喜歡 這個Candy Stick的質感 雖然現在真的很流行 乾燥玫瑰 還是土色的唇膏 但是我日常是比較少塗的 不知道呢 我自己經常都喜歡塗一些 粉嫩一點 還是鮮色一點點的唇膏 這個有個鮮紅色 我混合這個 不過這個是很Matte 我不知道是否混合 因為這個是有Dirt Glossy 塗一些在中間 印開它 有一點點出界 Mabelline這一枝 它是超長耐性 超級Matte 我再加一點在中間 而且它也挺長耐性的 我自己也有塗過 不過如果單塗 就有點乾 所以現在我用Candy Stick打底 是好一點的 比較Blendable 這個妝就搞定了 對你們來說 不知道這個妝會不會太色彩 但我個人來說 這個妝絕對是一個 出到街的妝來的 那妝就化完了 雖然今天這件衣服 就不是很搭我現在的妝 不過今天是一個 Casual一點的Nickel Video 就不是那些 有背景 或者戴耳環 設定頭 換到很漂亮的衣服 那些Videos 對 希望大家都 喜歡這個Style的Videos 我不知道我剪這條片 會剪多久 可能剪完之後會很長 對 大家留言 告訴我你們喜歡 這一類型的Videos 還是簡短一點 華麗一點的Videos 我可以兩樣東西都做 不過 但前提是 我要有足夠的時間 我才可以做這件事 今天是星期六 我今天整天奉獻給你們 然後晚上 看我會不會再拍多一點東西 然後明天 禮拜日 我約了朋友回大陸 探望另一個朋友 所以可能我上午 會拍一個粉底測試 然後回大陸 Vlog少少 然後晚上回來check in 我的weekend就是這樣 Youtuber的Live就是這樣 當你有一份Fulltime的Job要做的時候 你的Freetime 就要常常拍片 或者做其他東西 可能有很多人 真的覺得很容易 你拍條片 剪條片 或者上載照片 但當你要有心機去做 而不是求那期去做的時候 你就真的要浪費很多時間 包括可能你拍一張照 或者Edit一張照 或者你做Swatch 然後我最近發現 原來很多 我不是經常聯絡的朋友 都是有看我的Youtube 很害怕 我不知道 當不是經常找我的朋友 跟我說 我有看你的頻道 我就覺得很尷尬 我不知道為什麼很尷尬 這件事 雖然Youtube頻道 是公開的 但我經常覺得 可能subscribers 是 可能喜歡看化妝的人 沒有想過自己 不是很熟的朋友 會看 但我又不覺得 我覺得他們是很into makeup 對 我會覺得很奇怪 有些很熟的朋友 我反而不會看 我不知道 感覺真的有些奇怪 所以 如果大家是我的朋友的話 Hello 你們看完可以留個comment給我 我知道你們有看了 如果大家不是我real life的朋友 不要緊的 你們也可以留個comment給我 告訴我 如果下次再拍 GET READY WITH ME 你們有什麼想我說 這樣我 所以我 起碼有個topic 不用好像 這裏一塊那裏一塊 那裏一塊 不知道說什麼 就是這樣 這個video 超級很長 我又很長氣 現在已經發展到 可以對著鏡頭 可以說很久 和說很多 我要結束這個video 希望大家 享受我這次 這麼多水吹的 GET READY WITH ME 希望大家 喜歡這個妝容 多謝大家的收看 之前 給我一個like 和follow我的instagram 未subscribe我的channel 就快點subscribe我的channel 才走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